先不要高薪的太早 我的预估是即使在这次电池容量 增大的情况下 它的续航力顶多就是回到 大家好 我是PIN5D 那我们今天来很快跟大家分享 iPhone 15的最新消息 那我们今天会讲到上市的日期 还有它这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讲到它的电池容量 那我也会分析说 为什么这个电池容量 大家觉得说对可能预期的续航力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我首先先快点讲这个上市的日期 现在有人讲出来 它的发表会那天可能会定在9月12号 那上次我有提到 可能是9月5号 或是9月12号的那个星期二 那现在有个消息讲出来说 可能会比较接近9月12号 所以它的讲法是9月5号会有这个邀请函 然后9月12号正式发表会 那正式上市推出的时候 通常会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预购新iPhone的 你就要记得说 他们通常在12号发表的话 那它预购的时间就会是在15号 的那一天 台湾的时间来讲呢 就会是在15号当天的晚上 那你预购之后呢 再隔一个星期 就会在9月22号的时候正式出货 但是这个正式出货的时间呢 也会依照你预购时间的顺序的先后啦 就比如说可能有一年嘛 它的货量是偏少的 那你如果在预购的当下 没有在第一个时刻就先抢到的话 那它可能出货的时间就向后排 可能就不一定22号 可能是23号 24号 25号 然后依序这样排下去 所以呢我相信啦 今年的iPhone15全系列会是很多人 争相想要换机的这个机型 就是因为它有USB Type-C嘛 光这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就要换了 所以如果你今年确定要换的话 那你又想最早开始拿到 可能你手上的机型已经偏旧啊 已经快要撑到不能再使用的这个情况下 你想要第一天 当天发货的时候就拿到的话 你就记得喔 它发表会后的三天的那个星期五 就是它开始预购的时间 那以台湾跟美国来讲的经验啦 我觉得预购最保险的 就是在苹果官方的官网进行预购 那通常他们发货的时间 只要你是第一批的 它是非常快非常准时 可能在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五早上 就会出货发货 那可能中午下午前就会收到 那到时候我们这边也会一起 跟大家直播啊看发表会 那可能预购的时候也会一起直播 那甚至到后来的开箱体验 那大家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看到这些所有最新更新的资讯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 很多人在讲的这个电池容量 因为现在大致上就已经爆出来 它所有的全型号电池容量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这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改变 那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们觉得怎么样 但是这个电池容量是百分之百 会反映到说它实际使用上的 续航力体验 这个不一定 我觉得可能也要看机型 那我们首先就先把这个 现在爆出来的这个电池容量 分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那这个电池容量感觉起来大了不少 我就满好奇说他们怎么塞进这个空间 那同时不管是说会不会是新的电池技术 新的电池排列 还是新的散热技术 那大家来看一下 那iPhone 15会是3877毫安时 那前一代iPhone 14是3279 这个算是有600毫安时的增加 那再来iPhone 15 Plus的话是4912 那前一代的话是4325 也是将近600毫安时的增加 那iPhone 15 Pro的话是3650 那前一代的话是3200毫安时 所以大约450毫安时的增加 那iPhone 15 Pro Max的话是4852毫安时 然后它先前的14 Pro Max的话是4323毫安时 所以大约500多毫安时的增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续航力 大致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其实iPhone 14系列来讲 因为它的数值系列跟Pro系列用的是不一样的处理器 那里面的散热的设计器有非常大的差异 所以造成14跟14 Plus它的续航力是比Pro系列好上不少 那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处理器跟里面散热设计的差异之外 Pro系列又是首次增加这个随显屏幕 所以很自然 那我认为当然是你买这个新的机型 有这个新的功能自然就要去用它 如果说买了又不去开启这个随显屏幕 然后为了说因为这样续航力比较好的话 就是有点可惜这个新功能 所以因为这个随显屏幕的关系 也让14 Pro跟Pro Max它的续航力表现其实是并不太好 但我觉得其实有一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说 即使在续航力萤幕在你关掉的情况下 它续航力表现也没有前一代好 那我个人归咎于这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于它的处理器不稳定 还有它的散热设计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14跟14 Plus 有更好的散热设计跟更好处理器 它续航力表现是非常的好 那以为我目前知道15跟15 Plus 可能会沿用A16的处理器 就是现在在14 Pro跟Pro Max的那一支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那即使是可能在沿用 同样的散热设计上面的话 它的续航表现可能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如果相对相比相对稳定的这个A15 还有更好散热设计来讲 我觉得这个600毫安时的增加 然后如果我们预期15跟15 Plus 可能同时又有动态导跟水显萤幕的话 那最好的状况就是说 它的续航力可以持平到先前 iPhone 14跟14 Plus的状况 那其实你会想说差了600毫安时 真的只会让它有将近的续航力吗 因为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嘛 处理器上面的不稳定 处理器上面的 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耗能其实有点严重 然后再加上水显萤幕的这个加持 就是使用或者说它的耗电量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就是回到上一家那样的续航力 所以这个也不是不好 因为14跟14 Plus 其实它续航力表现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也足够会满足一般人 所有人的使用的情况 但可能另外要担心的就是 也没有真的有验证到说 更好的散热设计会不会对A16 这个处理器达到怎样的提升 那如果你买这些手机是为了 可能要玩手游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去看说 到时候它的散热控制怎么样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去影响使用者体验 这种时候可能就不单单只是续航力 它的发热会被造成当机的这些问题 那会不会相比搞不好 14、14 Plus就是更好的选择 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再持续的来观望 那下一个部分我们来讲到 15 Pro跟15 Pro Max 那这个一个大约450 一个大约500 就是450到500毫安时时间的增加 那如果再搭配 可能是这次会是一个全新3nm的处理器的话 那我个人的这个推判就是说也是一样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续航效能 我们一样我们就讲就是说 一样使用情况开启水显萤幕 就是我们正常使用情况下 我觉得也是大约回到13 Pro跟13 Pro Max 的这样的续航力 那其实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相对乐观的一个看法 因为一个全新世代的处理器 又是一个3nm的处理器 我们理论上来讲说3nm它的耗能控制 可能会更好 理论上它会更省电 但同时间新的处理器 我们也见识过新处理器 如果在不稳定的情况下 或许原本应该要更省电的 这个使用情境在你实际应用到 搭配iOS的情况下 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也是有可能 那同时间还有一很大的原因 我们要看到说这一次新的iOS 17 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它的相容性可以有多好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对这个续航力 还有使用者体验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不想说好像就是没有信心这样子 可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近几代的iOS 真的不能算说非常的稳定 那iOS 17 其实它的更新幅度是比小再大了一点吗 那如果依照6月 Tim Cook 他自己的访谈 他认为说其实在每一代的iOS 那也到现在的iOS 17 里面他们也加入非常多AI的功能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显著的AI功能 可是就是升值在里面 我们所有使用者的情境下面 那也因为这种情况 我可能会相对对它的整体的耗电 还有续航表现 可能会稍微先打一个问号 那同时再加上过去几代的经验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一看到说 好像500毫安时的这个容量 增加代表说我们就能直接看到相对 我觉得一般换的人 可能是比较前几代换上来了嘛 那近几代我觉得续航力非常好的 像iPhone 11系列 还有iPhone 13系列 都算是续航表现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从那几代换上来的话 我觉得你的期待值就是大约持平到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苹果 觉得可以接受算好续航力的一个范围 但如果你是从12跟14 那14尤其是Program Pro Max系列 换上来要到15Pro跟Pro Max的话 那我觉得你在续航体验上面 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进步 OK 那这就我大致上目前的看法 那我们也会持续追踪在更多更新的消息 那现在大家有讲到这个1英寸的感光元件 那我现在目前也在询问这个部分 那有更多消息 我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或大家也可以持续追踪我的IG 跟我的Threads 那我在上面也会讲更多干话 或是更快地分享一些新消息 OK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苹果爹 我们下支影片见 Bye 我们下支影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